改變什麼呢 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我就在哪裡呢 在Wire迴圈上面 增加一個什麼 Input 請輸入那個你要猜拳的次數 比如說我不要一直猜啊 最後要按4太麻煩了 我就直接輸入3好了 那就玩3次 3次玩完就停掉了 只是說你可能要列一個清單 到底誰輸誰的清單要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可能你就要把那些資料 再怎麼樣 再記一個變數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自己再試試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入次數 假設輸入3 丟到3 丟到這邊的話 那我這裡的話 用4回圈會比較恰當 所以我就把這個WireE冒號 把它阻擊掉 在後面呢 Enter改成什麼 改成4回圈就好了 for i 什麼呢 Enrange OK 那range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刮弧 那幾次呢 就是從1 逗點到第幾次呢 因為我輸入次數啊 假如是7的話 不過T音後面一個嘛 所以再加1 才停下來到1 比如說3好了 它1、2、3 因為4停下來了 所以理論一定要加1 如果沒有加1好像會少一次 OK 好 冒號 這樣子 程式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將來呢 回圈要懂得活用 不是說有的人 每次就只會用一種 然後不知道兩者之類的差異 而且喔 其實不管是不是Python啦 其他語言也是一樣喔 如果你們將來去 也許會遇到其他語言啦 現在業界蠻多也還是用Java啦 啊其實我以前也是教Java 最早是教Java OK 然後我是覺得很像這個程式 以前也是Java寫出來的 我只是把它拿過來改而已啦 差別在哪裡呢 所以差最多就是那個大瓜 因為以前那個Java 或者C++ 裡面有一堆大瓜糊 哇真的很麻煩 大瓜糊有頭沒尾你就錯了 而且有時候你大瓜糊頭跟尾 中間一堆 因為大瓜糊頭尾 中間又頭尾 頭尾 頭尾 我每次只要少一個大瓜糊 你就頭痛了 但Python好處就是它用那個 階層TAB 去取代那個大瓜糊的概念 感覺就清爽多了 哇整個城市 因為一個大瓜糊就各佔兩行 各佔兩行 所以那個光行數 Java看起來就很嚇人 那Python馬上就少很多了 另外Java一定要宣告 宣告那個變數 而且宣告的時候 還要宣告它的形態 就是宣告名稱之外 還要宣告它是什麼 sinteger s3 sdouble 你就一定要給它形態 Python不用 所以光宣告部分就少很多了 另外的話Java還有更麻煩的 就物件導向觀念很強 一定要物件 那Python也有物件導向觀念 可是你可以不用物件導向來寫 沒關係你可以暫時可以避開 那個地雷 因為很多同學光學Java 每次光學Java那個物件導向 就頭暈了 OK 那當然以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這麼高手 不是一下就這麼厲害 所以像VBA有些寫法 也是人家書裡面都用物件導向寫 因為他們是高手 但後來我發現 我們用物件導向寫給同學看 每個都昏倒了 後來我發現我暫時先避開物件導向 那你說老師物件導向比較厲害啊 其實厲害但是問題是大家看不懂啊 而且大家寫不出來啊 這難道是好事 後來我思考一下 還是先求把城市寫出來 為第一要務 所以後來我寫的方式 盡量避開物件的寫法 不是說沒有物件 因為還是偶爾還是需要用到物件的概念 可是盡量有些地方可以讓它簡化 那你說它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物件有點像是你今天 你需要一個杯子 對不對 那你會選擇去工廠訂做一個之後 再開模做一個 還是直接買一個回來 你要看 如果你只有只需要一個 你買回來就好 但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百個 一千個一萬個 當然要開模啊對不對 不過一般我講過來 可能也是市場的關係 台灣市場太小了嘛 所以你有可能你會需要有這麼大的市場 去為了一個東西寫一個模組 去就是要做某些事情 除非你市場夠大了 你可以這樣做 但你市場很小 而且你只是一個小公司 那就不用了吧 直接就可以做完就好了 所以訴求點在這裡 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回到這邊就是加一個這個4圍圈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它 就加兩行 請輸入次數 輸入三次就好 不要太多 Enter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了嘛 而且這4圍圈 停一次 平手一次輸一次 不過它已經停下來 因為4圍圈結束了 OK 也不會有 再自動離開 不過當然你可以給訊息說 次數抵達 然後就離開 但你要print出去啦 最後另外還需要什麼 後面可能一個清單 你的什麼 你的 record 你的那個記錄 把它列出來 有沒有 就是你輸贏的次數列出來 那這個當然請各位自己再寫一下 後面我就不寫了 請各位自己再把這個完成 OK 那所以透過這些例子 主要是讓同學了解 那個回圈的使用機制 還有時間點 也不用特別去把它使記這些東西 並且可以